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又再次來到我們阿仙奴球迷天地 今天做這個球迷天地 我覺得對於阿仙奴的粉絲來說 是有一份期待又充滿了喜悅 喜悅為何呢 我先介紹我兩位拍檔 分別有Yuki和細敏 喜悅就是我們在主場 對著史督城 因為上季我記得 我們曾經輸過給他們 今次贏了3比1一場 所以是一場喜悅來的 但是更加要期待的就是 今個星期六有些很重要的事情 是的 我們今個星期六對車老師 我們球迷會也會有球迷派對 希望所有阿仙奴球迷都會來捧場 所有阿仙奴都來齊 夠不夠坐 當然夠了有100個 詳細可以在官方網 即是我們Fans Club的官方網看到 盡快報名吧 總之就是要 全世界有很多球迷派對 即是我們這個已經出100個位 沒有問題 我知道那天除了阿仙奴球迷 除了本地之外 還有來自其他地方 好像是 由內地的朋友都會過來這個派對 我想一齊 那晚都應該會很大聲 可以 我們要為我們的對手悲哀 因為他們剛剛在過去的一個賽事來講 輸得非常之慘烈 可以說是 事實上或者你覺得 不是輸技術 又或者不是輸狀態 不是輸人腳 但無論如何都好 我也替他們有點不值 我不是幸在樂禍 我正在說的是 車路士 我以為你在說萬聯 因為車路士 其實那場球 雖然我們支持阿仙奴 但是我們看其他球隊的比賽 我們都是抱著一個很客觀的心態 那場球明顯是第一個紅牌 如果這樣也要罰他們的 有效防保新華出場的話 那我又覺得 一場球 每一場球 就是糾正都可以發很多個紅牌 這樣七打七都不行 如果這樣的話 但是 對於我們阿仙奴來講 不知道有沒有幫助 就是我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發了 拿了牌 可能要再隔一場聯賽 未頂還是怎樣 或者會不會接下來 對那個士氣有很大影響呢 譬如說現在他們的領隊 波瓦斯又可能要抽稱 因為那些言論過激的問題 太利 甚至乎他們本身又拿了兩個紅牌 接下來的賽事 希望他們的士氣有少少受到打擊 我們有正在上升當中的話 可以更加勝算更加高 說回剛剛過去了這個星期的聯賽 我們三比一贏的史督成 細蚊 整場波的進程 有很多人都關鍵於一個問題 就是說 一換了雲佩斯進來 就立即進入兩球 那是不是查馬克那裡 真的要想一想怎樣用他 或者真的有些人選的變動呢 接下來 這件事都是等到雲佳想 不過如果你說 就這樣看那場波的進程 的確好像 就真的雲佩斯一出來 就是單天寶至尊 那一出來就進入兩球 當然他儲夠氣 夠力 人家的防守 就開始有些漏洞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兩球 都是謝雲佬的功勞都很大的 都是因為兩下他都是邊誰突破 然後傳給雲佩斯有個漂亮的入球 那不如如果要讚雲佩斯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讚雲佩 同意啊 那因為謝雲佩其實雲佩買回來 最想他做的就是那天送出兩個助攻 就是他就是要做這些事情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很坦白說 就是隨著和國特 不是說經常的邊線能夠 就是百分百的爆發成功 那謝雲佩那個推落底線出波 他個人的技巧 老實說是更加呈現得重要一些 這個也是我們過去幾屆來講 前鋒線來講 比較缺乏的一種球員的模式 但是謝雲佩做到了 希望他除了有入球有助攻之外 繼續和球隊模合得更加好 說到模合那方面 又要想想一件事 就是說 梅迪薩卡剛剛來到的時候 即Yuki你也經常留意著 就是說 似乎剛剛來的時候 還沒有跟其他後防球員 跟其他隊友那麼相隔 但是這一場球 我們最怕的史督城是高空球 居然一點甜頭都沒有 史督城 是的 我也覺得是 史督城出名在高空球和手榴彈 都一一被哥斯尼和梅迪薩卡化解 我覺得其實他後防真的打得很好 這次 是的 即是說 開始建立到的默契 而我們看到一件事 就是梅迪薩卡真真正正 這次如果一些 以高空球為主的英超球隊 其實真的拿不到甜頭 隨著梅迪薩卡適應了英超的節奏 我不敢說他對著一些矮細快的前鋒會怎樣 不要介意這麼說 因為梅迪薩卡有一句形容詞 如果有些球迷留意 一些足球雜誌的報道都會看過 梅迪薩卡轉身是需要半世紀的時間 這個形容詞大家想到什麼 但是我們要梅迪薩卡 不是要他人無全面 高空波能夠幫我們頂住 已經幫我們解決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值得開心的 還是煩惱的 就是隨著華美麟就快相遇復出 中間那裡 如果三個人選歌詩爾尼 梅迪薩卡再加上華美麟 你會怎樣能夠令他 可以三個人同時落場 又或者是選哪兩個出先 Yuki給點意見 我會選華美麟做集 始終不是很放心給迪佐勞 他始終都是一個計時炸彈的隨時爆炸 雖然他上場也好像沒什麼欺負 上場挺好的 可能有人幫他 但是我也想華美麟做集 然後中間也是依然那兩個 中間就是高斯爾尼和梅迪薩卡 細蚊是否會有些不同的想法呢 我沒有想過說由華美麟做集 因為始終華美麟 我不知道他會不適應 而且本身好像說他都是踢左閘 多於會踢右閘 左右兩邊都已經有點不同 還要調到一個不太適應的位置 有機會影響整條後方的大陣 如果你說讓我選哪兩個中間 我就真的都要看回 當時三個中間哪個好些狀態 如果當大家都是百分百 我們當然是這樣解釋 八分百如果真的這樣 等魂家頭痛一下 好過我頭痛 細蚊你這樣不行的 一定有自己的心水 我們自己的球迷 如果說得這麼客氣 就沒意思了 如果讓我選擇 我一定是華美麟 因為第一 華美麟是左腳球員 他在中間靠左這個位置 用左腳球員 應該會適應多些 因為包球會包得好些 另外如果你說 另外一位 就真的要看一下梅迪薩卡 和高斯爾尼 可能在對手方面 作出一個針對性的部署 因為如果是快速一點的對手 可能會用高斯爾尼 如果你說好像史督城 這隊型高Q大棍型的球隊 用梅迪薩卡應該會有好處 其實你說如果不是華美麟受傷 或者基比斯那邊受傷 其實華美麟在比利時國家隊 有時候或者在場上的調動 他們的領隊會將他移過去打左閘 因為大家不奇怪的 就是華美麟有一定的速度 以及他以左腳為主 可以想像得到 如果他在左邊蓋上來的一些 可能他會有更加多的助攻 甚至乎後上的射門 華美麟的射門技巧 大家不會懷疑的 真是砰砰聲 但是如果你說硬要放回中堅來說 其實西曼我也遇到你的頭痛問題 你說是究竟擺梅迪薩卡 夾他好 如果以季初來講 好像大家認為 買一個新中堅夾 華美麟會是一個正路的事件 但是隨著高斯以來 近這幾場球表現出這麼高的水平 我也不捨得他 有沒有想過 如果將華美麟再推旋一格 放在一個截擊營的中場位置呢 如果現在這樣看 其實我覺得桑志做這個截擊營中場 都已經做得很成績了 兩個一起呢 兩個一起 就真的看看有沒有對手 阿仙奴每次要出兩個防中 我想這些對手 可能巴塞 或者有機會 不過 如果讓我選兩個防中的話 我又可能選高基連 嗯 西曼比較照顧年輕人 也是的 講到年輕人 大家不會忘記 剛剛西曼提到高基連 就是在對曼聯那場球 即急趙回來 很可憐 喪失了在法甲打正選的位置 但是羅連安特 是不是就這樣跟阿仙奴脫離關係呢 其實不是的 羅連安特這類法甲球隊 其實擁有的阿仙奴球員 譬如說 大家留意過 我們預備組那邊 有個叫Sono的預備組的年輕人 其實現在是過了羅連安特那邊 也算是半正選的狀態 另外 阿里艾迪里 這個左腰前鋒 大家一定記得的 是吧 就是雲家曾經重點栽培的球員 現在都是在那邊 羅連安特那邊 都是陪回正副選之間 但是還有一個球員 我想大家是很感興趣的 一個金屆買回來 但是不能用的 是想用都不能用的 一定要借出去 這個就是哥斯達尼加的小國腳 一個大國腳 就是祖爾金寶 他是過了去之後 他由八月底的時候過去的 過到羅連安特那方面 頭幾場他都是後備上陣的 即80多分鐘 慢慢早點是70多分鐘 再早點是60多分鐘 好了 他第五場球 就給他打正選 一直正選到現在 連續去了三四場正選 還入過兩球球 還入過一球球 那如果他繼續發甲 持續有一個正常正選磨練的機會 哇 你說下街一回來 我們就多過人用了 希望是 現在其實我們有很多可以上位的年輕人 我也很期待 例如張伯倫 日本那位叫做 公市亮 公市亮 那些球員 都希望可以 有需要的時候就爆發 我想今晚又有機會了 看到他們了 是啊 今晚我們就有 今晚我們有長聯賽杯 其實是 是 你突然看到他們 還是 你好像剛剛跟他們吃完飯 上來做之後 看到樣子 Yuki今晚怎麼看 如果今晚常對寶頓的 主場我們 今晚一定看 明天上學也會看 現在兩點九 一定看 聽說好像公市亮 張柏倫 還有韓國的 學主榮 學主榮 也會出來 一定會看 我們香港電視頻道 沒有直播的 但是我們有位很熱心的 一個阿仙奴的粉絲 就是Henry Henry他鋪了連結 上來 他說有網上直播 希望儘管能夠 在網上看回 阿仙奴 今晚會出比較多 小上陣的球員 看看表現又如何 希望可以 同樣有好的表現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勢 每一場球都沒有保留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需要一場一場贏上去 繼續建立在兵工廠的信心 這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文家如果想贏的話 其實也不需要 這麼限死自己 一定要派一些 很多年輕球員上陣 最重要一直贏下去 現在的士氣就是這樣 累積回來的 西蚊 其實那晚 29日那晚 我們作客車路士 那場英超大戰 阿仙奴球迷看球派對 其實一直以來 除了看球之外 還有什麼內容呢 看球派對 其實都很精彩 但是我想看球最重要 顧之然 但是 中場時間 我們都會有抽獎 這個環節 其實每一次的獎品 都很豐富 那 有些還未報名的話 就快點 肉面向遇 報名重速 沒錯 那在這個時候 我們再一次重溫一下 就是剛剛過去那一周 阿仙奴球贏 史陸城3比1的時候 一些精彩的鏡頭 現在大家首先看到的 就是高樂志 比高斯二利頂住 其實高斯二利 都頂得住高樂志 雖然他都有入球 但是大家知道 那個入球 千軍一發 其實都不是一些 真真正正的 高樂志慣常的入球 和史陸城的死球 這麼出色 配合得 那我們能夠頂得住 也是一件好事 你看看史陸城之前 對孟聯 都打到孟聯死死的 我們再繼續看看 其他的精彩鏡頭 另外一個 就是今場球 也有很出色發揮的 梅迪薩卡 梅迪薩卡 今場球 咦? 開始有些味道了 德國國家隊 中堅的 銜頭 真的 並非浪得虛名 這張照片 還以為記昂 那個硬汗的程度 其實梅迪薩卡 大家知道 他本身就是一個阿仙奴的球迷 小時候 他父親說 送球衣給他的時候 梅迪薩卡 有位兄弟 他兄弟要了另外一間球會 我不要說了 但是梅迪薩卡 小時候已經說 我想要一件阿仙奴的球衣 吃貨 大哥就繼續上 很簡單 這個球是謝雲奴 進入的第一球 他進入的第一球 他把握得好 其實我們開面 還有一個球員 不在這張圖片裏 但一定要贊 這場球其實表現得同樣 很高分數的 艾朗藍絲 似乎越來越享受 他的進攻中場 那個位置 他進入禁區外面 進入一個短的 一個粒的傳送 就套過去給謝雲奴 其實那一刻功夫 如果 你只看那個球的線路 你以為發比加斯還沒走 厲害 做到事 當然 這個又是我們的驚喜 又是我們的擔憂 就是雲佩斯 雲佩斯 雲佩斯如果萬一真的 今屆我們 touch wood 說一句 他暫時沒有傷患 但以往雲佩斯 好像每屆都會停一會 這些就不想太多了 趁現在就 一直贏下去 傷患這些事情 就沒有人預計到 是 亦都這樣說 隨著我們的醫療中心 新醫療中心 樂成可能是一些傷患 慢慢逐漸逐漸 會遠離我們而去 就好像雲佩斯 他今屆持續了一個 這麼好的狀態 他V10這個稱號 我想他擔當 阿仙奴兵工廠的隊長 一定很長時間 大家不要太擔心 他會離開 我想他相信會續約 但是前提就是 繼續贏下去 始終球隊現在 因為季初失了不少分數 希望在這個 2011年年底之前 能夠繼續攀上去 一些較高的位置 因為毫無疑問 目前英銷來說 花得最多錢 那對孟城 踢出來的足球 真是挺厲害的 接下來 我們應該今屆 遲些再告訴大家 對著孟城的聯賽 是何時打 相信會有一番 龍舟夫鬥 對孟城 我看得到 要看到時候的狀態 是怎樣 如果你說 萬成對孟聯那一場 我真的看到 他們踢的足球 真是挺恐怖的 那種快速 還有 也很有隊形 阿文杰你穿這件衣服 為什麼 是 我剛才節目一開始已經穿著 你遲來看不到 我覺得 Why always me 這件事 其實可能 分分鐘 是未來 這一兩年裡面 球壇上 最多人談論的一句 金句 我剛才解釋了 不再解釋了 好 可能是雲佩斯說了 我覺得還對 現在這句 哦 你說 嗯 好 為什麼呢 他真的不停入球 停不了 為什麼 always him 我想問一下 可能 巴洛迪利 老殘 他想著 他拿牌的時候才展示出來 這件事 反正拿了牌再展示出來 你不會再給我一張牌 他想著是這樣的 誰知道 一時醒不醒 入球也要展示一下 衣服 無論如何 總之 雲佩斯繼續入球 停不了 阿仙奴的成績繼續上進 好 謝謝大家今天收看 阿仙奴的球迷天地 和至高無敵 拜拜